我們將會開始一個新的系列就是中四的第六課Exponential Function 在這一課的裏面我們將會學習什麼叫分數的次方 和Exponential相關的一些equation 我們還會將y等於2的x次的圖畫出來 然後去研究當中是有什麼很重要的特性 從而打好一個基礎讓我們學習第七課Logarythmic Function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這課是中四的第六課叫Exponential Functions 所謂的Exponential Functions其實就像這個y等於2的x次 不同的x代下去就會計到不同的y 如果將圖畫出來就會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圖有好幾個重要的特性 例如左邊是很平的而右邊是一枝墊地飆上去 除此之外這個圖還有很多特性需要我們逐一去講 但在這裡就不會講 反而我們想問的是y等於2的x次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因就是y等於2的x次 如果我將x代為三分之一 那麼y會等於2的三分之一次 好了我就想問2的三分之一次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一課會告訴你這個分數次方到底是什麼意思 除此之外我如果要代為y等於2的x次 其實除了分數之外 還會有其他數字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東西叫做無理數 irrational number 如果我又搞事 我代為x等於pi進去 根據這個公式 y等於2的pi次 分數次方也夠難 pi次又如何理解 所以我們要畫到y等於2的x次這個圖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我們就將會逐一去講 我們第一個學習的目標就是 我們要明白什麼叫分數次方 rational power 也就是說我們簡單來說 就是要知道什麼叫2的三分之一次 什麼叫知道它叫2的三分之一次 首先我們要知道定義到底是什麼 然後會教你做一些運算 computation 例如我做幾個2的三分之一次 乘2的四分之一次 我們要懂得化解它 還有第三個目標就是 我們要懂得用計數機 知道2的三分之一次 到底大概是一個多大的數字 如果想準確到小數點後 十個位 那又會是多少呢 這個就是有關 我們要明白什麼叫分數次方 我們要懂的三樣東西 第一個定義 第二個計算 第三用計數機 好 那我們就由定義開始了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樣 說個答案給你聽 原來2的三分一次 就會是2開3次方 而2的四分一次 就會是2開4次方 2的五分一次是開5次方 2的六分一次是開6次方 這是我告訴你 這是我告訴你的答案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2的三分一次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現有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你 所以 次方的traditional meaning 原先的意思是不可行的 例如 什麼叫traditional meaning 就是這個 2乘2乘2等於2的三次 但是你不能成三分之一個二 難道在這裡斬一斬 然後只成頭三分之一 不可行的 但是traditional meaning 不可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曾經遇到過 就是2的0次 我們能夠知道它是1 或者2的負1次 我們也知道它是二分之一 或者2的負N次 N等於2345678 我們全部都知道 所以我們反而問回頭 就是我們怎麼知道2的0次 2的負1次 以至幫助我們去理解 什麼叫做2的三分一次 這就是我們整個gameplan 我們從觀察中2的時候 學的這三個整數次方 幫助我們去找一個方法 定義什麼叫做2的三分一次 2的0次等於1 2的負1次等於2分1 2的負N次等於2的N次分1 這些我們已經在中2的時候 已經學了 而最大的理由 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就是我們有一個 叫做law of index 什麼為之law of index 就是這樣的 我們觀察傳統的定義 2的3次乘2的5次 2的3次就是2乘2乘2 而2的5次就是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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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是就等於2的3加5次 為什麼是加呢 原因這裡我們看到 3乘5乘8 8字怎麼來的 就是3加5 於是我們就有這個 所謂的第一個觀察 2的3次乘2的5次 原來會是次方相加的 調轉 2的5次除2的3次 上面有5個下面有3個 於是3個3個約走 只剩2個 這個計算 其實就代表上面有5個 減走3個 只剩2的2次 所以雙乘是指數雙加 雙除是指數雙減 這是我們按著 傳統意思的指數 index得出來的兩個 很基本的觀察 這個觀察 2的3次不一定是3次 我寫M9都可以 後面有N9都可以 於是我們就會進行第一次抽象化 變成2的M次乘2的N次 等於2的M加N次 下面都一樣 2的M次除2的N次 就是2的M減N次 所有東西都可以做 無論是MN也好 53也好 一樣的 這是第一次抽象化 再來第二次抽象化 就是我們發覺 這裡不一定要是2 我寫A都可以 AAAA AAAA 跟AAAA除AA 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進行第二次抽象化 變成這個樣子 下面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有兩條 law of index 這樣寫是看上去非常頭痛的 我自己看上去 我也覺得很頭痛 但其實我們觀察這個數學的符號 我們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 兩個東西相成 會是指數相加 這樣說就清晰了 數學的符號 純粹是一種方法 幫我們表達一些意思 看上去抽象 我們側到意思後 就不會覺得太痛苦了 law of index 現在我們經過這個計算 得到這兩個law of index 講到這裏 我們都要重溫一下 到底是我們做什麼 我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最終找2的三分之一次 我想知道它是什麼 而透過的方法就是 我們觀察中2的時候 我們學過2的0次和2的負一次 我們嘗試想知道 2的0次和2負一次 是怎樣去定義出來 以至幫助我們定義到 什麼叫2的三分一次 但是我們要定義2的0次和2負一次 我們又發現 進一步有一個概念 叫做law of index 也就是這裏寫的那兩條 就是這兩條 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 透過認識這個 由下面走到上面 去定義什麼叫2的三分之一次 好 於是我們就來了 我們重溫一下中2的時候 曾經學過怎樣定義2的0次 就是這樣 我們根據第一條law of index A的m次乘A的n次 等於A的m加n次 我們期望 我們定義出來的2的0次 會令到我們可以繼續用這條law 去進行指數的一些計算 於是我們就試一下 A的0次應該要是什麼 才可以幫助我們找到 令到這個law of index繼續成立 於是我們就馬上代替m等於0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代替後 A的0次就是我的未知數 我們想找的東西 而這裏0加n 我們就可以計算一下 0加n就等於n 於是我們看到A的0次這個數 成員A的n次之後 竟然會是A的n次 那這個A的0次應該是什麼 當A的n次不等於0的時候 其實A的0次就會是1 好了 A的n次是不是0 就看看A是什麼 和n是什麼 就這樣的 如果A不是0的話 無論多少次都不會是0 所以我們定義任何數字的0次 都會是1 除了0的0次 這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A的n次不等於0 這個計算才會成立 好了 我們就重溫了 就是我們為什麼定義A的0次要是1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我們想出來A的0次是1 當然還要檢查其他的運算會不會出問題 好 第二 A的n次 除了A的n次 等於A的m-n次 這個可以幫我們定義到負數次方 怎麼定義呢 這個方法 方法就是 又是濕回 m等於0 進去 因為我們剛才很辛苦 做了A的0次等於1 我們一代0 就發覺 右邊是0-n 於是A的負n 而左邊 A的0次 我們剛才說了是1 所以就得到另外第二條色 正正就是根據這兩個觀察 讓我們成功定義到2的0次和2的負n次 就是這樣 回到右邊 我們知道如何由law of index 得到2的0次和2負1次 如何透過law of index 可以同樣定義到2的3分之1次 我們接下來就處理 首先我們要知道第三條law of index 就是A的m次 的n次 會等於A的mn次 這個又為什麼呢 在這裡寫了 A的m次的n次 根據意思 就是A的m次 乘了n 那你就有n 在這裡 根據我們剛才所說的index 就是 你兩塊東西相乘的話 指數會是相加的 所以你這裡有這麼多塊加起來 我們就加起來 整個總共有n 在這裡 上面就有n 有n和m加起來 那就是nm的意思 或者叫做mn 沒有分別的 這就是第三條law of index 根據第一條 我們再去做一些運算得出來的結果 好了 我們就問回 如果2的開3次方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樣寫 純粹是一個抽象符號 背後的意思就是 這個是一個數 而這個數的三次要是2 是一個數 而這個數的三次要是2 好了 如果我想將2開3次方 我叫它做2的一個次方 這個m次 我不知道m應該是什麼 那我就嘗試 去用回這裡 這個定義的公式 去幫我找回 m到底應該怎麼定義呢 這樣 好了 如果這裡是對的 紅色的部分 2的開3次 如果我假設它是2的m次 我們就代入去 2的m次 的3次 根據我們的定義 就是它會等於2 而2就是2的1次 於是我們就知道 其實根據 mn 此方 這條law of index 我們就得到這個東西是3m 3m 其實是要等於1 於是 m就會等於3分之1 其實2的3分之1 就是透過這樣的探索 去幫我們想 可不可以這樣去定義 但是你想到 不代表這個一定是可行的 所以當你有這個idea 產生了之後 我們是需要檢查 會不會和其他的law 很多是有違背的地方 和其他的運算 會令到有些事情做不到 好了 這個之後會再去處理 這條片 講到這裡比較長一點 回到這一頁 就是 我們的第一個學習目標 是要知道什麼叫分數次方 而我們的定義 現在還未正式定義到什麼叫分數次方 我們今天純粹講了二的三分一次 我們有一個idea 知道它是二的開三次方 之後我們會再講下去 去到正式定義 這個是第一集 這條片就講到這裡 好了 看完片就來到feedback的時間了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講得不錯 可以給個like來支持我 這個按下去就對了 如果你想繼續收到這些影片 就要按個subscribe鍵 想有信息通知 就要再按那個小小小的鐘仔 如果你發現有東西講錯了 或者純粹想講句多謝 或者有任何其他東西想講 就要打幾個字 留個comment 最後 如果這條片你覺得真的值得推薦 或者你想到有個friend 真的很需要這條片 你就可以幫手share給他 最後的最後 如果想很有系統看回曾經post過的內容 就可以去我的網站 maxquiz.com 瀏覽更多的資訊 多謝大家